李泽谷刚从百货商店买了新衣服回来 他准备穿着这件衣服去和朝鲜的亲人团聚 在过去十年里 这些寒潮家庭的团聚 因政治因素在等待和推迟中度过 今年的团聚活动 是双方谈判解决朝鲜8月在边境埋地雷挑衅事件时 达成的方案的部分内容 平壤方面 曾暗示在朝鲜劳动党建党纪念日期间 会发射一枚远程火箭 人民因此担心团聚活动可能被取消 美国和盟友认为这种试射 可能与被联合国所禁止的核弹道导弹项目有关 但结果是朝鲜方面 不仅没有进行试射 还配合韩国为家庭团聚做准备 首尔方面表示 这样的合作可能导致经济交往的扩大 对多数参与朝韩家庭团聚的老一代人来说 这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的家人 李泽谷已经89岁了 他独身住在首尔附近的银川一处小公寓里 闲下时练习中国书法 他的妻子已去世 两个孩子已成人 在60多年前为躲避战火而南逃韩国后 他已多年没和北方的家人联系了 多年来他给家人写了无数无法寄送的信 我太想念亲人了 多年来我等待着南北亲人团聚时手牵手的情景 但这看起来又遥不可及 这些催人泪下的家庭团聚不大可能改变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意识形态分歧 但这次他们聚焦的只是雪浓于水的民族纽带和感情 哪怕这只是短暂一句 美国之音帕登 韩国首尔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